走过元朝,掌柜说马可波罗游记,第八回 在讲到波斯这个地区以前 马可波罗在这之前给我们讲了一个三王的故事 从这个三王的故事当中 其实我们看出欧洲人对于阿拉伯世界其实知之甚少 你比如说对这个拜火教 他们就搞不清楚他的起源 其实马可波罗讲的这个故事啊 不对 他讲的那个应该全是民间的传说 这个事不是说欧洲人 只有欧洲人不知道 其实要是没有金庸啊 没有张无忌的那个小招啊 咱们恐怕也不知道说波斯还有一个拜火教 这个波斯的拜火教在唐朝 对西域的记载中就提到过 波斯其实和咱们刚才讲过 以前讲过的那个巴比伦是一个意思 他们不能算是一个民族 是吧 这指的是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从公元前几千年就有人类居住 而且呢 当时的这片土地上也创造过一个伟大的波斯文明 当我们提到波斯文明的时候 我们指的并不是历史中的某一段 而是在这个地区不断出现的 反复演绎着的波斯文明 在随后的几千年中 这个地区被多个民族占据 以后这里曾经曾经有很多民族入侵 咱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是 北方的日尔曼人的入侵 而后呢 而后是希腊人的入侵 再往后是什么蒙古人呢 阿拉伯人的入侵 反正是一波接一波 每一次在这个波斯这片土地上 都造成民族的灭绝与流亡 所谓的波斯人 其实包括很多民族 波斯是一个地理概念 就是现在的伊朗和这个伊拉克的东部 在马可波罗的这个时候 波斯帝国呀 曾经很强大 但是呢 我们讲到蒙古的时候 咱们提到过一个 这个花拉子摩 是吧 花拉子摩呢 就花拉子摩就是那个被 被成吉斯汗 就让尸吞向那种方式 灭掉的那个国家 其实花拉子摩就是波斯的一个分支 但是后来呢 这个这个花拉子摩强大了 你说这个花拉子摩的那些 那些财富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他们曾经打败波斯 从波斯的手里抢来的 是吧 后来怎么招来了蒙古呢 这件事其实就是 就是他们抢人家家搬家的时候 抢家具的时候 那响动太大了 结果惊动了 比尔沈的另一会儿抢到 马可波罗说呢 说他看到的波斯是个极其美丽的国家 但是啊 非常的荒芜 很多地方都连续好几天 甚至于他记录当中 有十几天 二十几天 就是这个路途当中 看不到人的地方 但是很多地方能看得出来 那里曾经有城市的遗址 就是因为战乱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废墟 荒芜 波斯和马和这个花拉子摩 先后被蒙古灭国 并且呢 遭到蒙古人的大范围的屠城 蒙古把这里的财宝啊 成蒙古人我跟你说 蒙古人是要这儿的财物 蒙古人从来不想着说 怎么养活这里的人民 就这个成吉思汗的脑子里啊 其实始终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 成吉思汗认为天下最好的地方 就是就是他的家乡蒙古 是吧 他一生最大的志愿 就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截略到蒙古 这事儿太爽了 蒙古人在他们最开始征服世界的时候 真的那个架势就是蝗虫 他们血洗一个城市 然后去另一个城市 波斯和花拉子摩的文明就这样 从地球上被一个一个的抹去 马可波罗其实不知道这里事情的原因 但是他很真实的记录了 他看到的这些景象 这些景象后来被认为是真实的 可是马可波罗的所写的波斯啊 其实和我们想象中 或者有朋友 有没有朋友去过伊朗的呀 掌柜还没去过呢 是吧 其实但是马可波罗写的这个波斯 和我们认为的 我们想象中的伊朗不一样 其实这件事儿很简单 这是蒙古衰落以后 这里才逐渐被阿拉伯人占据 并且在当时一片混乱中 最终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在这里安家 在蒙古以后 就是在因为蒙古人的入侵 灭掉了以前的波斯 随后阿拉伯人入侵这里 波斯帝国才成为后来的 什叶派穆斯林的聚居地 那波斯帝国在当时 还有很多宗教 马可波罗那 拜火教就是 就是其中其中之一 是吧 马可波罗在这里给大家讲了 这个这个三王的故事 他认为这个是拜火教的起源 是吧 那马可波罗这故事 肯定是听当地人说的 拜火教是怎么回事呢 马可波罗说 原来波斯这儿啊 有有三个王 那这三个王 我们咱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是吧 我说了大家也记不住 应该看着呢 这是这是祖孙三个 或者是叔侄三人 就这个地方 以前由这三个王共同管理 三王听说呢 说这附近啊 出生了一个 一个神人 这三个人就去拜见 商量说说说咱们去了呀 咱们咱测试一下 说这个这个神人以后啊 到底他是个 他是个什么级别的神呢 是吧 他们用的什么办法呢 这三王用的办法 其实其实就是咱们汉人 常用的抓粥 是吧 咱们汉人小孩 有抓粥的这个这个习俗 这三王呢 一个人呢 进献的是黄金 第二个人呢 进献的是香料 也可能是咱们烧香拜佛的那种香 反正就是应该是香料 香 第三个人呢 进献的是叫墨药 墨药啊 是一种是一种药材 是吧 这是波斯的特产 什么病啊 都治 你就想这个药 就这种性质 这三个人就就商量好了 是吧 到了那以后 让这小孩自己选 这不就跟咱们抓粥一模一样吗 是吧 咱们三个人进献的礼物 要是他选黄金呢 那他将来就是人王 是吧 是咱们人类之王 他要是选香呢 那就厉害了 他是神 要是他选这个这个墨药呢 那他就是巫师 三个人就这样分别进见 结果呢 出现了一个一个奇怪的事 一开始这三个人啊 是是分别进见 就一个人走进去见 这个人出来 下一个人再进去 就这样进见的 结果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里边的不是一个小孩 而是一个和最自己的岁数相当的大人 就这这件这件奇怪了 是吧 关键是这三个人的岁数不一样啊 这是祖孙三人 或者是书职三人 他们的岁数不一样 可结果呢 实际上他们是看到了不同的人 可是分明这屋子里只有一个小孩 而且呢 这个小孩呢 把这三个人送的礼物 你猜怎么着 都收了 啊 这这太厉害了 是吧 这将来既是神又是人王 他还是巫师 他全占了 最后这这三王出门 这么一对词呢 是不是不成 我们咱们还是一起去进见吧 三个人这才后来又一同要求进见这个小孩 这才看到啊 他的本来面目 原来真的是一个出生大概几十天的这么一个婴儿 而且这一回这个婴儿呢 送给了三王一只盒子 三王半路上打开一看 里边是一块石头 这三王就开始纳闷了 这石头是 是是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 说这石头代表什么意义 不明白 啊 这什么意思 三王呢 就把那石头啊 就给丢进了一个井里 结果怎么着 结果眼看着天上降下来了神火 就把这井点燃了 后来呢 后来波斯人就取这个火回去祭拜 并且用用这个火呢 以后以后焚烧祭品 马可波罗说 说这就是这就是波斯拜火教的由来 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呢 马可波罗说 说这个石头啊 是神想告诉这三王 是吧 这是这是说信仰要坚定 坚如磐石 马可波罗其实咱们这么一看就知道 他不懂拜火教 他说的这个拜火教的起源 其实就是一个民间传说 是吧 当地人讲的神话故事 这大体上就类似于咱们 咱们汉人讲女娲娘娘补天 那种那种传说 这个故事不值得推敲 是吧 他除了说明伊朗公元前 那个地儿出产石油 是吧 他没有别的什么含义 拜火教啊 其实和基督教有有渊源的 基督教中很多内容 其实也就有专家考证过 是来源于这个拜火教 基督教是后来靠靠战争 在欧洲流传的 是吧 最早啊 基督教曾经是一个中东的宗教 咱们讲过那个耶路撒冷 是吧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其实是邻居 拜火教的起源呢 其实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但是他的教义 我们能看到 拜火教是说什么呢 拜火教啊 是说这个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神 一个善 一个是恶 这两个神同时存在 我们每个人的每个行为 都是这两个神 斗争的结果 这个 大家见过 是吧 这就是基督教里的天使和撒旦呢 是不是 就是他们俩的斗争 动画片里常见的那个场景啊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 这个是源于波斯教 波斯的这个拜火教 拜火 这件事 说大家不多去去祭拜这火吗 拜火就是弘扬扇 这个恶魔是怕火的 所以这个拜火教 咱们说 说他拜火 这就是弘扬扇 他和基督教有渊源 这宗教啊 咱们说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升级来的 都有教主 是吧 但是 但是咱们 咱们知道 他他其实都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你看道教 这是源于咱们中国古老的 传统文化 道说是并不是老子创造的 是吧 道这个东西是老子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总结 佛教呢 佛教呢 也是也是源于印度教 甚至于佛教应该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 咱们看 现在看到说基督教 也是有祖先 这个其实 其实和 说法和掌柜是一样的 是吧 历史 其实是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按时间这个维度去读的 这个大家很熟悉 看书呗 是吧 另一种 另一种什么 另一种就是按地理去读 是吧 掌柜 掌柜这些天就就在想 要不下半辈子就就干这个吧 是吧 做一个旅行家 是吧 在四处走动走动 是吧 以一个历史人的角度 走过千山万水 然后靠给靠给大家讲故事为生 掌柜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 马可波罗说什么呢 说自己穿过波斯 依次经过了八个国家 特别是大家应该注意一件事啊 马可波罗记录了这个八个波斯国家的名字的时候 他是从北向南这个顺序记录 换句话来说 这仍然是马可波罗在走向霍尔木斯海峡的过程中 就是走向印度洋那个方向 此时他仍然是准备坐船的 从波斯 是吧 从北向南这一路 因为因为这波斯的地名啊 说实话 跟后来的历史 很多都没办法对照 就后来这些城市被被从地球抹去了又重建 抹去了又重建 所以他当初叫什么 后来都很难查 所以大家也就也就别视 是吧 我以前真的一个一个的找过 后来找到几个 但是多数都都放弃了 就找不到 这八个国家现在就找不到踪影 古时候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完全不一样 是吧 就跟老北京是 老北京你说元朝的时候有胡同 你现在哪找去 元朝来胡同名 是吧 关键是很多的古城都被毁去了 所以现在这些地名就说不清了 咱们大体上啊 大家拿出地图 我给大家指指 这个马可波罗啊 是是从伊朗的 这叫耶斯德 这个地儿进入波斯的 现在这个地方不叫耶斯德 耶斯德你找不到 这个地方大家找一下 在地图上能找到 这个地儿叫伊朗 叫亚苏记 亚苏记 在伊朗的 应该在伊朗的 上面 北边 在巴格达的正东 从巴格达向东 过亚苏记 然后呢 再向东 走到这个地方 叫克尔曼 大家看了吗 克尔曼这个地方 从克尔曼这个地方转向 转向东南 走到海边 走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地方 现在啊 属于巴基斯坦 在卡拉奇的边上 这个字叫奥 奥尔玛拉 在奥尔玛拉 这个马可波罗 终于看到了 他听说的那个 那个可以渡海 走印度洋的商船 我去把 把马可波罗呀 吓坏了 为什么 这些船呢 太简陋了 大样 大概那样子 就跟咱们 咱们公园手滑的那种船 那种结构 他都没有船舱 货物放在船里 然后上面得盖一块布 把它盖上 要不然水就泡了 更可怕的是 全船没有铁钉 都是用木头箱子连接的 重要的地儿 说木头箱子连不住 怎么办 拿绳捆 海船 这些是海船 海船呢 都没有油漆 就是刷上一层渔油 这就算防水了 马可波罗看完以后啊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 确实我听说啊 有船出海以后 从印度回来过 反正不是所有的船都会沉 有过 有过没沉的那个船 从印度回来的 哎呀妈呀 这船 这船谁敢坐呀 是吧 马可波罗说 他们于是另寻道路 开始北上 这就是又往回 又绕回去了 再次穿过波斯 穿过伊朗 哎 没办法 你想的挺好 是吧 坐船来中国 那谁知道 这船都是用绳子捆的呢 但是马可波罗到此时仍然很坚定 就是绕路也要继续向东 这一段 从这一回咱们说 说的从从巴比伦开始向向南绕 是吧 然后经过经过巴格达巴什拉 然后进入伊朗 穿过伊朗 走到巴基斯坦 最后发现走不通 这船不成 根本就不靠谱 不得已就再次穿过伊朗 又走回到离海附近 这期间的每一个地方 马可波罗写了很多地方 这里这里出产什么 这个咱们一开始看不懂 是吧 觉得很枯燥 但是后来我听说 说当时的欧洲人呢 就看这个马可波罗写的这些东西 看的是如醉如痴 为什么 因为马可波罗写的这些东西 马可波罗重点写的这些东西 这出产什么 那出产的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 他们身边的东西 欧洲人当时很多东西来自东方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哪出产的 现在马可波罗证明说 哦 突厥狱啊 是齐尔曼国的 感情 贾斯德感情是 这个丝绸 我们叫贾斯德的这种丝绸 感情是来自贾斯德这个地儿 确实 这这一般 这一段我们 咱们大家看的是真没劲 你要看书 看的是真没劲 但是转捏一下 欧洲人当时肯定看的特兴奋 这长见识了 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就在他身边 这些东西咱们就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咱们咱们咱们赶快往下讲 是吧 这都这都说到三十回了 照咱们现在这个说法 哎呀 这这这个咱们现在说到说到没三回 说到十八回 九回是吧 照现在的说法 三十回咱们进不了新疆啊 咱们得说快点 在一个叫哈马迪的地方 是吧 马可波罗说他遇到了这次旅行中最最危险的一次遭遇 他们被强盗抓住了 这是他们在距距离这个港口 有还有三天四天的路程的这个地方 此时已经走了一年了 是吧 眼看就要走到以前计划中的港口了 可是被被强盗抢了 最后其他的人都死了 只有七个人侥幸侥幸逃走 这里边就有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还有叔叔 其实真的 大家大家看看书这一段很 写的写的挺险的 是吧 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走着 真是真是很危险 不但不但很艰苦 而且很危险 不容易啊 就是这个事 离开海边 马可波罗又又绕路 走回到克尔曼 然后从克尔曼北部 这个一个现在 现在历史名城 现在咱们这个地儿叫什么 叫叫科赫伯南 马可波罗游记中管这个地儿叫什么 叫忽必南 这一段其实掌柜认为 我是我自认为这是 这是我能讲的比较得意的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呀 你看你看马可波罗 你从网上搜吧 几乎没有人把这一段在地图上画出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大家看不懂这个路线 就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这十几个地方 都不是他走过的 虽然马可波罗说他在距离海边 四天路程的地方被强盗抢劫了 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这是撒谎 都认为马可波罗是以物产为根据 写了波斯的几个地方 因为这几个地方当时有商品在欧洲盛行 就他没去过 但是掌柜做了这个功课以后 就真的把这些地名连接起来以后 虽然这十几个地名里 大概咱们现在只有四个 咱们能够找到 但是这四个点如果连接起来 这个故事很完整 掌柜恰恰认为 马可波罗是沿着一条路写的 这条路是一个真实的道路 马可波罗真的走过 而且这一这一段其实写的环环相口 他为什么南下呀 是吧 他是他是要去东方 可是为什么他一个劲向南走呢 马可波罗给你写了 写了奥尔玛拉的船质量太差 他为什么写这个事 是吧 这是一个理由 如果你不是在找这个理由 在寻找说 马可波罗为什么南下这个理由 你看到他写船太差这几行字的时候 也许就跳过去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再找 你就会知道 哦 这是马可波罗来这出海的 后来为什么不走水路呢 因为害怕呀 怕哪个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离开海边 他向北走 他你看连着原路回去多好 是吧 可是马可波罗在牛气当中 又一次绕路 他现在是向东绕 然后呢 然后又得向西走走回原路 为什么呢 马可波罗其实对他的路线啊 在在这个马可波罗邮据中是一句解释都没有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老绕路呢 这一回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你要是一点一点的沿着他的原路走过来的路线 一个城 一个城市的看过来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沿着原路回去 为什么 因为他在距离那港口四天的时候遇到过抢劫 马可波罗从那条路过来的时候 一个商队就剩下了七个人 你说他疯了他沿着原路回去啊 看着好像这一段毫无章法 就随随便便的写了那么几个特色城市 但是如果你连起来 这是一条路 好了 这一回咱们讲了马可波罗在波斯的旅行 下一回咱们的旅行开始大提速 咱们要赶快走进中国吧